二百五二百五二百五 全是二百五 满分一百分 说你们是怎么考二百五十分的 用我们遵命啊 不可能 你们要是能考二百五十分 还让我亲自承认 以后老师你们来当 好老师 让我们重新考试 好 我倒要看看 你们到底是怎么能考二百五十分的 考就考 老师 我写完了 我也写完了 我看看你们的试卷 哇塞 白雪贝尔大宝 你们简直就是天才 我要给你们二百五十分 接下来 刚刚发誓什么了 我怎么一接触到白雪他们的试卷 我就变得没意识了 老师你看 我们又考二百五十分 这可是你亲自批改的试卷 这 这 好了老师同学 愿读服输 别提下面作者 我们要给你上课了 这节课我们自习 大家可以随便玩 耶 太好了 白雪老师二岁 不可以白雪 你这不是胡闹吗 那老师同学 你不想自习 那老师就给你布置作业 把语文课本抄写十遍 数学课本也抄写十遍 英语课本也抄写十遍 你们 放学了 老师同学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没有 那你就继续写吧 写不完不许回家 其他同学 没有作业回家玩吧 耶 不行 不能再让白雪贝尔大宝胡闹下去了 我要夺回我老师的位置 同学们上课了 等一下白雪贝尔大宝 你们昨天已经当过老师了 今天该把老师的位置还给我了吧 那你要考试考过我们才行 没错 等到你什么时候能考到二百五十分 我们就把老师位置还给你 这不可能 满分是一百分 可是老师 我们就能考到二百五十分 还是你亲自批改的 这 好了 其他同学 直接上体育课吧 老师同学 你就把昨天课堂上的作业 再写十遍吧 这 这 一定 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 我 我怎么会给他们二百五十分呢 到底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了 我当时摸到他们的试卷 突然就没意识了 等我清醒了 我就给他们批改了二百五十分 一定是他们的试卷有问题 老师同学 你在发什么的 还不快写作业 好的 不行 我要再拿到他们的试卷看看 那个 白雪老师 怎么了 你的成绩真好 我想向你学习 可以让我再看看你考二百五十分的试卷吗 这 这 糟了 那个试卷可不能让他看 怎么了白雪老师 那个试卷丢了 不应该啊 白雪老师 你的桌子上是不是就是你的试卷啊 不要碰 好啊白雪 果然是试卷的问题 说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 这是 快说 不然我就叫家长了 这是我们从试卷玩过 连回来的二百五十分 只要用这个时间考试 不管怎么考都能考二百五十分 好啊 你们三个 竟然拿这个行动老师 老师 我们错了 不是喜欢让老师抄课文吗 那就罚你们 把语术英课文全抄一百遍 吵不完不许回家 老爸 本故事全属其更 小伙伴们可不要学我们这样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我们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